比電磁波更可怕 焦慮才是健康殺手 我一次看電視 然後就是看到他說 電磁波就跟婚姻一樣 你要面對它 然後你試圖處理它 你說我只能放下它嗎 對 對 我真的很同意展演角度講 這些家電每天都會觸碰它 每天焦慮它發出電磁波 光是那個焦慮 我看次來一集 大概就是1A 今天晚間八點 媽媽好生 東森超市三三頻道 今晚八點